二旦被王金翰一脚给踢了舞台的边缘 他振奋地举起双臂 将屠龙宝刀摆在胸前 大声地发泄着自己胜利的喜悦之情 被打倒在旁边的二旦 此刻一口血液吐了出来 他捂着胸口被刀划伤流血的地方 恶狠狠地看着王金翰 裁判也有些惊讶 没有想到王金翰居然如此凶悍 明显李二旦再让了一步 他却变本加厉 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此刻旁边的媒体记者都一片哗然 大家都面面相去 电视台台长和组委会的正副组长 当时看到这一情况后 脸色变得相当可怕 坏了坏了 这个王金翰怎么这么不识去呢 居然还砍李二旦一刀 这如何了得呀 看到组委组长黑着脸 电视台台长赶紧上前说道 你们两位领导先别着急 让我先去问问李二旦 看看情况怎么样再说 估计就凭李二旦的身手 他还是可以继续战斗的 见到领导没有说话 台长信信地赶紧离开了 赶往二旦的休息室 裁判慌张地宣布 王金翰这一局获胜后 赶紧向医护人员招手 当医生在舞台上解开二旦的衣服后 他们也是皱了皱眉头 只见二旦的胸口 一条深约三厘米的伤口 虽然并没有伤到里面的五脏六腑 但是却是相当吓人 足足有三十厘米长 几乎将他的胸口拦腰给划了一刀 医生看向二旦 皱眉说道 没有伤到内脏 我们需要给你消毒缝针处理 你要忍受一点 看到医生准备给二旦打麻药 二旦却咬着牙说道 医生 我这伤没有大问题 不需要打麻药 帮我缝起来就行了 你不要打麻药 那给你消毒的时候 那可是非常的痛苦的 你确定可行吗 二旦此刻确实感觉到了痛楚 但还是咬着牙说道 放心吧 这点苦我受得了 虽然电视直播并没有播出二旦伤口的情况 但是网友们却都在议论纷纷 依我看 医生都紧急处理 那伤口并不小 只是王金翰这小子赢了这一局 却败了人品 就是 这个王金翰真是一个傻大哥子 明显都看得出来李二旦手下留情了 可是这小子本可以一脚踢开他就能获胜 非得砍他一刀 而且这一刀 甚至会是这次比赛的转折点 真是无语了 就凭这两局的表现 其实李二旦更胜一筹 但王金翰太自私 太嚣张了 你看他放肆发泄怒吼的样子 还真以为是自己打败了李二旦一样 真是不要脸 你们这些人烦不烦 人家王金翰在对战中赢了李二旦 你们怎么能这样说他呢 那也是人家拿实力赢回来的啊 你就别在这里解释了 赶紧管犊子吧 一看你就是王金翰那边的水军 王金翰很兴奋地走下舞台 连看都不看一眼二旦 潇洒地回到了他的休息室 但是二旦不要打麻药的镜头 居然被电视台给直播了出来 这一下子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看来这小子伤得不轻 难不成他还想要继续战斗 放弃吧 小伙子 今年输了 明年再战 相信你一定是那个最有力夺走冠军的人 如果这小子不用麻药 那就算这次冠军不是他的 也是虽败犹荣 真的是个大人物 能屈能伸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说的吧 明显就是李二旦在放水 一定是组委会的人早就有安排了 你还别说 好像是真的在演 只是这演的是不是有点演杂了呢 王金翰此刻回到休息室 陪在他身边的几个小弟凑了上来 赶紧道贺 这样 你们赶紧打个电话去订一桌饭 我想今天晚上好好庆祝一下 算是我们的庆功宴吧 老板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冠军非你莫属了吗 王金翰将腿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放 两个小弟便赶紧开始给他放松肌肉 他却冷笑一声道 没错 只要我赢了这一局 最后一局 已经成了我的囊中之物了 真的啊 老大 恭喜你 提前拿到这个冠军呀 王金翰暗自窃喜 因为他明白 二旦中了他一刀 这可不是仅仅一刀的问题 上面的毒药早就渗入到了二旦的身体内了 只要第三局开打 二旦就会毒发 到时候就能轻而易举拿下 要是再使用自己的绝招螺旋金刚刀 帝会让所有人都误以为 是他的刀法厉害 轻易将离二旦斩于刀下 只是现在 他觉得冠军并不满足于他的野心 暗道上已经有人出价五百万 只要谁杀了李二旦 谁将会得到这五百万的报酬 看着电视屏幕上显示出来 李二旦咬着牙 皱着眉头 吃力地忍受着消毒缝针的痛苦表情时 他却赶紧张开了嘴 小弟们将葡萄直接塞进了他的嘴里 哦 对了 今天晚上给我准备十个大花妞 我要尽情地庆祝呀 好的 老大 你放心 我这就去安排 王金翰的休息室 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欢快 笑声 而崔芳芳等人此刻 却焦急地在舞台上面 围着二旦 看到他痛苦的大汗淋漓 他们只能干着急 唯一能做的 便是给二旦擦拭汗珠 不过让二旦有点欣慰的是 风翠翠居然是第一个拿出纸巾 替他擦拭汗水的女人 二旦看了他一眼 发现风翠翠很专心地替他擦拭着汗水 这让他心中越发觉得 风翠翠为了让自己帮助风家 已经答应了他这一辈子不曾做过的事情 看来 自己的选择或许是正确的 大约十多分钟过去了 二旦居然真的在没有麻药的帮助下 很顺利地完成了冯珍 李先生 作为医生你的伤口比较长 为了不引起感染 我们建议你放弃比赛 否则一旦感染 那就不堪设想了 二旦却是笑着摇头说道 不必了 谢谢你 医生 由于发生了突发意外 现在还没有决定第三局的较量时间 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组委会这边最终的方安 电视台长一路赶往二旦休息室 一路让工作人员赶紧播放广告 因为刚刚又有两个广告商进来了 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网友 现在目前由于发生了意外情况 选手刚刚进行了逢针处理 至于会不会进行第三轮较量 让我们稍等三分钟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随着解说的话说完 广告时间到了 这个时候的广告费相当贵 因为就算广告来了 反而并没有因此导致收视率下降 反而讨论热度越来越高 大部分人都在等着三分钟后的情况 回到休息室 坐在沙发上的二旦 一眼就看到急匆匆赶来的电视台台长 这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 此刻一脸的愧疚走了进来 低声说道 李先生 对不起 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二旦却是冷笑一声道 没关系 死不了人 不过这更符合你们的要求吗 你想想 这样话题度不是更高了 估计现在网友们都吵翻天了吧 你们这一步骑下的真是高明 台长很愧疚 一脸的尴尬 但还是说道 领导跟我说 如果你的伤情是真的比较不容乐观 我们也建议你放弃比赛 毕竟身体重要 到时候我们再来谈补偿的问题 崔芳芳一听 心中大喜 出现这样的事情 不让你们赔个几百万 怎么可能了却这事呢 正当崔芳芳要上前理论之事时 却被二旦挥手制止了 不必要了 台长大人 我李二旦福大命大 这第三局肯定要大 不过你得再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一来 我得让大家知道 我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 二来 我也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邪不胜正 台长一脸震惊 内心却欣喜若狂 不经皱眉说道 李二旦 那你这伤势 放心 我死不了 你赶紧忙去吧 知道你这个时候 估计很着急 你得向电视观众和网友们 做出一个交代 台长一脸的感激 连连哈腰点头致谢 兴冲冲的跑了回去 崔芳芳看到二旦还要战斗 心疼得要死 带着质问的语气说道 二旦 你不能这样玩命 你得为我们这些人考虑吧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我们怎么活 二旦看了看这几个女人 心中不由地愣了一下 但是很快便笑了笑说道 你们真是傻 这点小伤能耐我何呢 看到崔芳芳如此不解的样子 朱红赶紧站出来说道 芳芳姐 二旦自从吃了奇异果后 她的伤口很容易愈合 虽然现在不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让她去愈合 但是这个伤口只要不伤及五脏六腑 便能够不会感染 而且家里还有血灵汁 到时候用上的话 就会好的更快一点 崔芳芳这才明白了 不禁弱弱地说道 二旦 你的意思是想好好教训一个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王金汉了 二旦冷笑一声道 实话跟你们说吧 刚才医生给我消毒的时候 我就已经感觉到了 这小子的刀尖上擦了毒药 现在我应该是中毒了 啊 中毒 怎么会这样 崔芳芳 易芙蓉 风翠翠 朱红几人瞬间就慌了神 他们一下子就陷入了更加焦急的情绪之中 对呀 我中毒了 但是我早就有防备 王金汉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体有自我防御的能力 试想他肯定是认为等下比赛我会发作 但是我却很好的控制好了 但是也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他居然用这么下三烂的手段 那我就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教他怎么做人 主持人那边接到通知 比赛还会继续进行 但是需要延迟十分钟 这可把王金汉急得快要跳起来了 妈的 这个李二但命真硬 居然伤成这样子 还要跟我打 但是那毒药发作 岂不是会穿绑吗 心急如焚的王金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根本就坐不住了 他开始有点惶恐不安起来 这要是真的毒药发作 一旦查起来 那他就白口莫辩 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 不行 我一定要替大哥二哥报仇 都是这个李二但 害了刘家 害死了我二哥 铁了心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一定要将二但斩于刀下的王金汉 此刻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但是坐在仓墓领青云冠里面 看着二旦比赛的直播 墨有才跟墓云道长两人 都紧紧地皱着眉头 听到主持人说 延期十分钟后再继续第三局时 他们瞬间才松了口气 还好 看来二但伤的并不严重 只希望好运陪伴在他的身边 师弟 放心吧 你这个徒弟福大命大 命中有惊 不会有事的 两人此刻走出院子 来到青云冠前面的炼公园上面 当他们看清楚 天上的乌云瞬间就消失了时 他们大吃一惊 师兄 你看乌云不见了 难道这股力气是真的扩散了 就是因为二旦在那边把宝刀献世了 才将这头煞气给吸引走了吗 墓云道长掐着一算 不禁一阵惊呼 赶紧跑回到自己的禅房中 拿出一个八卦图仔细地看了起来 墨有才在这方面并没有深入的研究 但是墓云道长却是专家级别 料是如神 神机妙算 是不可多得的能人 他有点紧张 看到师弟那眉头越皱越紧 他心中就越来越担忧起来 不好 师兄 你说的没有错 这股煞气被二旦吸引走了 其实据我所知 大批江湖人士 本来是要围堵苍木领清云冠的 但是他们现在都去了封县 那里才成了真正的战场 只是这样一来 二旦便会有血光之灾呀 墨有才惊呼道 师弟 你再算算 我们该怎么办 墓云道长也是很慌张 但还是闭着眼睛掐着指头 过了约木一分钟 他才睁开眼睛说道 现在只有七窍玲珑才能救得了他 可是这东西真的能救得了他的命吗 但怎么送这东西去呢 就算我们现在送去 也来不及了吧 这怎么为好呀 墨云道长想了想 突然间眼前一亮 赶紧说道 师兄 有了 二旦那只老鹰刚回来不久 童星不是一直在喂食吗 看看他能不能再帮我们一个忙呀 把七窍玲珑快速送到二旦手上 墨有才一听 顿时就觉得 这船到桥头自然直 也不是没有退路了 于是两人便赶紧找来了童星 一问那只老鹰还在仓墓岭 毕竟飞行太远 导致太累 现在一直在休整中 好 赶紧把那只老鹰带来 我们有任务交代他 童星一听 急急忙忙把老鹰给带来了 看到老鹰站在童星的肩膀上 一副生灵活虎的样子 墨有才很是开心 看来老鹰恢复得不错 走上前去 墨有才摸着老鹰的头 但是却被老鹰猛地啄了一下 不过好在并没有咬他 吓得墨有才往后退了两步 这小东西还挺坏的吗 是不是认生呀 童星这两天跟老鹰打得火热 之前也见过面 所以二旦不在 老鹰更倾向于 只听童星的话 童星 你跟着你大师兄 不是学了一点点鸟语吗 你跟老鹰说 让他带个东西给他的主人 问他行不行 童星心里没有把握 但是通过眼神和肢体动作 他还是跟老鹰有交流的 当童星提到二旦的名字时 老鹰却猛地扑腾着翅膀 显得特别兴奋 他就明白了 师父 师伯 如果我没有猜测的话 大师兄的这个宝贝老鹰 只要提到他的名字 他就能知道去找谁 墨有才顿时就开心 立刻拿着七窍玲珑交给童星 然后便说道 赶紧把这东西绑在他的腿上 让他飞到江北省的封县去找二旦 如果今天晚上不交给他 我怕你大师兄会有血光之灾 童星也是很紧张 于是便用手笔划着 将东西绑在老鹰的腿上 拿出大师兄二旦的照片 给老鹰看了看 并且还将地图打开 只给老鹰看 只见老鹰扑腾一下翅膀后 便一跃而起 飞向了空中 消失在夜幕中 只传来一声清脆的鹰叫声 师兄 这只老鹰能找到二旦吗 看到师弟木云道长紧皱着眉头 墨有才叹息一声 赶紧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希望吧 凡事都得试试才行 要不然还真没有办法赶到那里去 木云道长叹息一声 对着墨有才说道 我这个徒弟 决定的事情却永远没有人阻挡他 现在他为了救我们师兄弟 已经将所有的煞气吸过去了 这让我这个做师父的 心中很不适滋味 师弟 你别这样想 二旦服大命大 他的好运一直长半 再说了 你得有这样一个徒弟而高兴 相信他一定可以的 老鹰飞上空中后 他却快速地朝着风线飞去 只要飞到风线上空 就凭他那超强的嗅觉 很快就能锁定二旦的位置 而此刻在风线的福山广场 王金汉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他在担心 此刻的二旦情况怎么样 他叫来自己的小弟 赶紧去打听一下二旦的情况 可是回来汇报后发现 原来 离二旦啥事都没有 什么情况 这刀尖上的毒药 那可是自己抹的 刚才我也检查了一下 上面的毒药明显就已经渗透到他体力了 难不成 他真的有如神柱吗 细细想来 他觉得有点细思极恐 发现这情况不对劲 如果离二旦没有中毒 那接下来的比赛就不好打了 不过他的小弟却赶紧说道 老大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身边的几个女人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 而且看得出来 他们非常的担心 我听到两个女人在那里谈到中毒的事情 莫非 一切都是假象 实际上 这个离二旦已经中毒了 哦 有这种事情 如果你这样一说 那还真有可能是已经中毒了 他们在封锁这个消息 想给我制造假象 以此来迷惑我 王金翰此刻突然间记上心来 细细想来 这毒药肯定是没有问题 离二旦应该是中毒了 只是中毒深浅的问题 他在隐瞒这件事情 一来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二来是想让我觉得 他就是没有中毒的假象 好 太好了 既然是这样 那我的绝招螺旋金刚刀 就可以一刀制胜了 王金翰心中大喜 觉得这个冠军就在向他招手了 想想接下来 要是拿到冠军 刘春桥和大哥 虽然会因为刘玉玲的事情受到影响 但他拿冠军 可以继续为刘家做出贡献了 而二旦细细想了想后 故意将上衣脱掉 露出那白色染红的绷带 以及那剑朔的身材 二旦答应继续出战 让网络上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都在焦急等待 这个时间段的广告商 却是赚得盆满钵满 有些人无聊中 就到网上搜索了广告下单 反正电视台也同样赚得盆满钵满 时间到了 电视画面回到现场 所有人都有紧张的等待着现场的情况 下面有请我们的双方选手上台 接下来 将角逐第三局 也是我们的胜负局 到底谁能赢下这一局 让我们拭目以待 网络上的人听到主持这样一说 立刻就盯着画面看 他们要第一时间看的二旦的情况 毕竟刚才可是在现场进行了逢针 当二旦再次出现在画面中时 所有人都镇住了 没有想到 这个胸口还有绷带包扎着的人 居然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比赛台 牛呀 受了伤 还依然在站 看那精神状态 应该不差呀 要是我的话 估计就没有体力再站第三局了 我是觉得他也够呛 谁说的 我还真相信他可以干掉 这个有点心狠手辣的王金翰 我不喜欢他 对 我也讨厌这个王金翰 你们讨厌有什么用 这就是丛林法则 谁强谁赢 只有弱者才会被淘汰 王金翰看到二旦大摇大摆上来 心中却不由一震 但还是坚信 二旦肯定这是假象 他只是迷惑自己 上到舞台后 二旦狠狠地瞪了王金翰一眼 可他却并没有感觉到愧疚 而是看了看二旦胸口前 那包扎的伤口 不禁诡异地冷笑一声 李二旦 你还行吗 托你的福 我没事 到底露死水手都不一定呢 好 那到时候 你要是手麻腿软的 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我可是要用我的绝技了 就怕你顶不住 到时候要是被我一刀给杀了 你得自己掂量一下 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二旦并没有让他激怒 而是微微一笑道 没事 你就放马过来吧 第三局即将开战 两位选手之间火热味就相当浓了 这可让网友们却是相当开心 因为越是有火药味 那比赛肯定就越发精彩 网友们此刻已经成了看热闹不闲事大 纷纷在评论区打出了干架的字眼 显然 他们更希望最后一局 能打出最精彩的比赛 不过二旦像没事一样 这让王金翰心里犯了难 他的绝招叫做螺旋金刚刀 是目前江湖上为一个能用如此技能的人 只要金刚刀使出 就像螺旋一样 对方根本无法驾驭 就算能抵挡螺旋金刚刀 但是就会整个人暴露出 给到刀后面的王金翰 只需要王金翰轻轻一脚 就能将对方打倒在地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下 是没有人能够一分为二 左右兼顾的 不过王金翰心里一直在低估着 二旦如果是中了毒 那他的反应能力就会减半 就算硬撑 也不可能跟正常人一样 但如果李二旦真有办法抑制住这毒药 那凭他的本事 还真有可能破解这螺旋金刚刀 所以这让他心中开始有点担忧 不过庆幸的是李二旦并没有将毒药的事情告诉组委会 看来这小子一来是想抱这个仇 二来也是想跟他正式打一场 咬着牙狠狠瞪着王金翰的二旦 此刻眼神里除了仇恨和愤慨后 他恨不得现在上去就抽王金翰两个巴掌 让他常常教训 但他明白 现在硬来没有用 只有用实力教训 这个嚣张跋扈的人 才是对他最大的打击 最好给他来个一辈子的阴影 让他明白 这个世上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让他以后 缩着头做乌龟 裁判看到二旦包扎的绷带渗出了血 再次叮嘱二旦 问他的伤口是否没有问题 能否继续迎战第三局 没有问题 你放心 这个冠军 我是不会让旁人拿走的 看到二旦大手一挥 王金翰冷笑一声 他明白 自己这一战 非得拿了百分之二百的精力了 好 大战开始 各位看官朋友 大家可以开始猜测一波了 到底会露死水手 主持人激昂的解说 瞬间就给网友们来了个讨论的热潮 支持二旦的扣一 支持王金翰的扣二 整体来说 扣一的占到了百分之七十 扣二的占百分之二十 还有百分之十的不好说 两人开始 两位选手格外眼红 他们都比较谨慎 看到二旦胸口那肾血的绷带 王金翰在心理上是占优的 由于最后一局 王金翰很小心翼翼的慢慢往前 二旦却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 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直接跃起来 对着王金翰便是挥刀斩去 王金翰大惊失色 没有想到这第三局 连二旦居然率先发动攻击 这让他瞬间就有点猛逼 只好硬上挡了他这一刀 但是他发现 二旦只是拿着把寒铁宝刀 刚才这一跃 跟自己的屠龙宝刀碰撞后 二旦却一个翻越回到自己的位置 震得王金翰退了将近二米 远 更可恨的是 王金翰的手臂都发麻了 握着屠龙宝刀的手都在颤抖着 他是真不敢相信 二旦的力量居然如此强大 哇 这太厉害了 主动发起攻击 王金翰手都在发抖 太棒了 这一招看得让人太爽了 早就看王金翰不顺眼了 打得好 看来王金翰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了 这一招足够他吃一壶的 王金翰双手握着宝刀 眼里露出邪恶般的神情 他瞪着二旦 提刀便向二旦砍去 他要抱刚才这一刀之仇 只见王金翰快速往前奔跑 直接跃起来 双手提刀在空中 朝着二旦的头顶砍去 说时迟 那时快 只见二旦快速闪过 绕到了他的身后 直接一把拉住了王金翰的背心 等到王金翰发现二旦在身后 直接一个弯身向后横刀斩去 二旦又一个麻溜地绕到他的身前 轻轻地在他的胸前点了一下 只见王金翰重心不稳 一个亮呛便倒在地上 此刻 网友们在评论区打出了 666 解气 太棒的了 跟平 网友的评论都是一边倒了 王金翰感觉到周边的人都在嘲笑自己一样 顿时就恼羞成怒 知道时间不多了 立刻就要用出他的绝招螺旋金刚刀了 果然 只见他爬起来 眼睛都变红了 一股杀气袭来 二旦知道眼前这个王金翰怕是要输死一搏了 二旦就是想教训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胖子 于是便咬紧牙关 握紧宝刀 将宝刀倒立过来 他并不想伤人 但是这个王金翰怕是不会放过他 就在这时 王金翰果然左手右手同时挥舞着宝刀 只见屠龙宝刀开始旋转起来 然后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螺旋金刚刀 我的天 这可是江湖多少年从未见过的刀法 评论区有人第一个打出这个刀法 这让网友们都诧异不已 果然 二旦第一镜头就看到 那宝刀像螺旋一样飞起来 这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正面硬钢是根本打不过的 同时也不敢与这宝刀接触 到时候可能连手都卷进去了 更可怕的是 王金翰双手转动着宝刀 身体在后面 如果从侧面攻击 他的宝刀也能快速地转移过来 很容易就将伤到他 一旦伤到他 那他就输了 哇 这一招太厉害了 李二旦危险了 李二旦 你不能输呀 赶紧想个办法 还有半分钟 你坚持不了 就输了 我的天 老天爷 赶紧让李二旦想个法子对付一下 不能让王金翰拿冠军呀 王金翰知道 只要这一招发挥作用 李二旦是跑不掉的 只要伤到他的肉身 他就赢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王金翰却发现 刚刚还出现在 他的攻击范围内的二旦 突然间一个月升 居然不见了踪影 等到他发现时 只见二旦却高高从空中坠下 一把寒铁宝刀 却朝着他的头部展来 当时他大惊失色 这左右来回控制比较灵活 这头顶上方下来 他的反应就慢了半拍 当他将宝刀旋转来到头顶时 二旦的宝刀刚好在宝刀速度慢下来的时候 一刀插中了宝刀 一下子就将他的双手直接给扭曲了 二旦顺势将刀用力一挑 只见王金翰整个人和刀一样 快速地飘向了旁边 一下子就落在了地上 双手已经被刚才快速地扭动下骨折了 王金翰跌倒在地上 双手只能蜷缩在胸前 咬着牙 忍受着双臂骨折的痛苦 他是做梦也想不到 李二旦是如何破解他这一招的 一双眼睛除了不甘心外 就是相当的震惊 哇 太棒了 太精彩了 王金翰输了 真神 这一招就这样被破解了 李二旦是怎么做到的 快看 王金翰的双臂可能是骨折了 可见刚才的力量有多么大 牛牛牛 太牛了 这一招几乎无解的招式 居然让李二旦轻易化解 只是刚才 李二旦是怎么飞到他上空的 真的眼睛都看花了 还是不明白 是啊 这一招太快了 两个人在对峙的过程中 以为李二旦会束手投降 没有想到 眨眼功夫 居然就把王金翰打败了 王金翰这小子太过于嚣张 我就喜欢李二旦 这教训他的样子 太帅气了 网友们无数人为二旦疯狂叫喊 看到王金翰倒地不起 眼尖的网友发现了他骨折的情况后 更是对二旦更加崇拜不已 我的偶像 从此 又多了一个叫做李二旦的 同上 这才是我们男人该有的样子 不急不躁 稳中有度 有担当 有魄力 真是太完美的男人 我要把我妹妹嫁给他 都给我让开 我准备把我女朋友让出来 让他嫁给李二旦 真是疯了 你们这样子 李二旦他知道吗 显然 笔费还没有正式结束前 所有人都在为二旦疯狂了 崔芳芳等几个女人 此刻都兴奋无比 这不用说了 二旦拿到冠军了 裁判上前询问王金翰 他却瞪着裁判 大声骂道 眼瞎啊 没看到我输了吗 裁判当时也很委屈 但还是走向二旦 举起他的右手 宣布二旦获胜 崔芳芳等人快速地冲了上去 抓着二旦的胳膊 疯狂地庆祝 他们的脸上从刚才的担忧害怕 到现在绽放着美丽的笑容 胜利的喜悦都写在他们的脸上 王金翰的小弟们也冲上去 赶紧将自己的老大 扶着回到了休息室 各位 大家不要走开 接下来是颁奖和个人访谈 想更进一步了解我们冠军的朋友们 可以等下领略一下他的个人风采 虽然业已深 但是收视率却只是微微降了一些 看来大部分人对二旦还是特别感兴趣 都在电视机前和手机端等着二旦的采访 二旦拿了冠军 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赶紧走上前来 让二旦回休息室 换上之前装备好的夺冠衣服 等一下还要向电视机前的观众 发表夺冠感言 二旦却只着风翠翠说道 让他给我换衣服 这是他必须要做的 崔芳芳等人微微一笑 退出了休息室 只是将之前带来的一套崭新的衣服 交到了风翠翠的手中 风翠翠很无语 但是明白 现在二旦拿了冠军 是他心目中想要的样子 所以尽管有点尴尬 但还是咬着牙 帮二旦身上的衣物脱了下来 只是他一直红着脸 而二旦却站在那里 让他伺候着 他就是一直在想着 一定得让这个女人适应自己的霸道 要不然 就没有办法控制住他 但风翠翠 以前没有跟男人这么亲密过 所以很尴尬 很慌张 看着二旦那强壮的胸肌 他心里就发毛 感觉到自己就像是要跟二旦同房一样 不过还是凭着超强的毅力 他很快就将那件崭新的西装给二旦穿上了 看着眼前这个帅气的男人 风翠翠当时心都化了 确实在这个男人面前 他发现自己一点自制力都没有 如果是在花钱月下 他估计早就被这个男人给沦陷了 此刻 埋伏在二旦要回酒店路上的那些旁门左道的掌门人 看到二旦受伤 并且凭一招就破解了螺旋金刚刀后 有些人自知力量不行 纷纷就撤走了 但还是有些不怕死的江湖门派 还是想要拼一把 一旦将寒铁宝刀拿到手 那可是无上的光荣 财富和荣誉都会齐聚一身 这样的冒险是值得的 只是他们看到二旦的身手后 心中也有些忧心忡忡 就凭二旦的身手 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接近不了二旦 更何况要拿走那他身上的寒铁宝刀 不过此时的二旦却不管这些 在他看来 现在拿到冠军奖杯和发表获奖感言最重要 二旦和风翠翠走出来 狼才女貌 天生一对 崔芳芳都不由地低下了头 不过他们还是跟着二旦的步伐 来到了福山广场中心的领奖台侧面 等待着现场直播 由于此次比赛影响比较轰动 风县的县委书记亲自来颁奖 当主持人念的二旦的名字时 全场的人都在呼叫 尤其是那些参与的选手 在他们看来 二旦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第一名 县委书记很感激地看了二旦一眼 跟他握了手 并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李先生 你是个天才 恭喜你 如果要是来我们风县发展 我们定会为你创造更好的有利条件 哈哈 幽默的县委书记一句话 瞬间就把二旦给问猛了 不过二旦却记上心来了 如果江南省的环境不行 那江北省还真是一个选择 王金翰拿到亚军 由于双臂骨折送医救治 所以只能让人带领 但却显得却是那样的落寞 接下来便是二旦的独家发表获奖感言 二旦顿了顿 走到前面的话筒时 将身后的寒铁宝刀给拿了出来 今天我很高兴 因为这把宝刀陪伴着我 让我拿到了冠军 从我代表崔家庄开始 我就跟崔家庄的庄主表过态 一定要将崔家庄失去我的冠军拿回来 我很高兴 因为我做到了 如果没有崔家庄的支持 我也不会取得成绩 首先 我要感谢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 各位参赛选手的支持 接下来 二旦顿了顿 看向大家后 将宝刀拿出来 放在镜头前 笑着说道 作为陪伴我的宝刀 我准备借此机会 向电视机前的观众 和广大网友们说一声 这把宝刀锋利无比 如果毅力被有心之人利用 将会带来灾难 所以我打算准备在三天内 毁掉这把宝刀 从此收手不再做一个刀客 回归到我的女人身边 听到二旦要毁掉手上的宝刀 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这把宝刀 那可是多少刀客都为之倾慕的 而二旦却想毁掉 这个人是不是疯了 这可是他成名的宝刀呀 他为什么不做刀客了 难不成 这把宝刀有什么煞气吗 还是有点搞不明白 这小子拿了冠军 接下来明和力都有了 为什么不留着这把刀呢 网友们也是相当的疑惑不解 但是他们的发言 二旦是自然不知 二旦停顿了片刻 看到下面站着的选手 和媒体记者们那一脸震惊的样子 他明白 估计所有人都会感觉到不解 可能许多人会有疑问 这把宝刀 助我拿到了这次是刀大赛的冠军 为何要将心爱之物销毁 所有人都盯着二旦 有些人退出手机了 再次拿出手机走进了直播间 因为 他代表着杀戮 在太平盛世 我不是合作一个刀客 而江湖中 为了安全起见 这些江湖门派也理应要被淘汰 回归到文明社会 所以我会主动销毁这把宝刀 当然 我知道 现在有许多人都对我这把刀虎视眈眈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把宝刀里面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那就是有一张藏宝图 因此 在销毁后 我会将藏宝图交给政府 希望能够为我的家乡做点贡献 随后 二旦便向大家深深的鞠躬 很有礼貌的走到了舞台的旁边 组委会的副组长上台宣布本次的 市刀大赛结束 所有网络和电视台直播也到此为止 二旦回到休息室 风翠翠却主动给他按摩肩膀 可是这一次 二旦看他的眼神 却又多了几分温柔 只是二旦当着直播镜头 把寒铁宝刀的秘密公开了 一下子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是江湖门派里 更是有些人红了眼 心想 一定要在二旦销毁之前 将宝刀抢到手 二旦轻轻地拍了拍 风翠翠的手 让他停下来 接着便长叹一声 对着崔芳芳说道 芳姐 麻烦你带着他们 连夜回到崔家庄 最近一段时间 尽量待在崔家庄 不要出来 我会让苏晴把十二只梅都调回到崔家庄 一来是保护大家 二来是让大家有个照应 而风翠翠留下来 跟着我在风线待上三天 三天后 我们在崔家庄碰面 有钥匙商议 不过等他们要走的时候 二旦还是叫住了田敏问道 明姐 素素出发去了天山吗 田敏点头 说道 素素跟我打电话了 因为不想影响你的比赛 让我传达给你 他根据老鹰带回来的地址 连夜开车护送聂宇一家人 去了天山找罗田凤了 二旦满一地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那苏晴有回信息没 有没有安全接到陈芳芳呢 请姐给我打过电话了 现在陈芳芳一切都安全 有他们三个姐妹跟她在一起 现在很安全 都在等着你回去 二旦长叙了口气 然后便站起身来说道 好 我们兵分两路 你们先走 我跟翠翠随后离开 由于组委会的通知 二旦和王金翰拿了冠亚军 是需要继续在封县待上三天 参加相关的庆祝活动 并且二旦还被邀请当封县的形象大使 需要跟封县的明星王子薇 拍摄相关的宣传片 只是现在的王子薇 确实受到惊吓了 自从刘玉玲胆大望为弄了炸弹后 现在刘佳在上面领导的施压上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虽然警方现在还没有正式发布对刘玉玲的通缉 这正是上面领导正在进行权衡之后的谈判 具体就是以刘春桥为中心 看看刘佳能给出什么筹码 如果给的不好 那刘佳就会团灭 给的好 刘春桥还能有机会东山再起 王子薇的助理听到老板出事了 当时就知道大势已去 连夜就跑路了 王子薇打她的电话都被拉黑了 看到二旦拿到了冠军 被警方保护起来的这个大明星 也松了口气 全程连夜进行排查 并未发现其他相关的恐怖袭击现象 刚好是刀大赛结束后 街上人群都散去后 警戒也就取消了 王子薇第一时间就冲进了二旦的休息室 看到王子薇走了进来 风翠翠下意识地站起身来 毕竟面对这样一个漂亮的大明星 风翠翠还挺识趣的 只是他盯着王子薇看二旦的样子 心中犯了嘀咕 心想 难不成 这个王子薇也喜欢李二旦吗 二旦哥 看到你受伤了 可把我吓坏了 二旦拉着王子薇坐下 笑着说道 你二旦哥一向是福大命大 你放心 没事了 王子薇看到二旦没事 他才赶紧将快要流出来的眼泪硬是挤了回去 委屈地说道 在封县 只有你才是我的亲人 好不容易与你见面 可不想你出啥事 二旦白手说没事 问了他的事情后 才得知叶智利那边 现在情况一团糟糕 已经没有人监视他了 好啊 真是太好了 这下刘玉玲出事 刘家怕是受到牵连 这样一来 叶智利 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了 二旦哥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替我报仇了吗 二旦摇头说道 紫薇妹子 叶智利不需要我们收拾 自然有人收拾他 现在有一个人比我们更想收拾他 只要他完蛋了 你就可以把王公生和你弟弟接过来 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王子薇脸蛋刷第一声变红了 低着头说道 二旦哥 我没有脸见更生 我对不起他 二旦确实微微一笑说道 放心 只要你爱着王公生 我就有办法说服他接受你 而且他对你的真情 你却一点也不懂 你呀 也该多想想你男人的好了 风翠翠这才明白 原来眼前这个大明星 只是当二旦做哥哥看待 心中不由地长叙了 口气 咦 这是怎么回事 我吃哪门子甘醋呀 想到这 风翠翠脸色不由地变得红润 这下子让二旦抓了个正着 不过二旦却是坏坏一笑 这可把风翠翠吓了一跳 心想 这小子又不会有什么坏主意了吧 组委会本来想晚上宴请二旦 但由于太晚了 只能将宴请改为明天晚上 所以大家现在都纷纷离场 二旦三人等崔芳芳带着他们离开后 他们才走出来 一同前往住的酒店 各位读者朋友们 这本书即将在本月26七号的样子完结 新书准备中 将会写精品文 可能要到下个月中才能出来 三人一前一后 坐上了王子威的车子 但是刚刚出了福山广场 车子上了护城和福道后 二旦就发现了不妙 只见后面有一辆极快的车子跟了上来 看到车子速度正在以最快的冲刺 向他们的车逼来时 二旦当时就大感不妙 小心 紫薇赶紧踩油门 但无奈 这车加速并不快 就在王子薇反应过来 后脚下猛踩油门时 只见车子传来彭第一声 后面的车撞了上来 坐在后排的二旦和风翠翠两人 便撞到了前面的坐席靠背 风翠翠额头上便瞬间肿起了一个包 见此情景 二旦赶紧往前钻 一把抓着方向盘 大声叫道 紫薇 你赶紧让出来 让我来开 但是松了油门 车子就被后面的车子使劲地撞着 王子薇被撞到了 前挡风玻璃 瞬间就从挡风玻璃冲了出去 二旦赶紧踩了刹车 扭转了方向盘 好在并没有碾压到王子薇 后面的车子看到只是个女人滚了出来 倒在地上没有动弹 他们却依然对着车子里面的两人颈椎不放 二旦坐上驾驶位 突然间加油往前中 他明白 不能丢下王子薇 只见他大叫一声 让风翠翠抓紧 一个飘逸掉头 很快便跟后载的车头碰上了 两边一起加油 二旦的车子比较好点 很快就将对方的车子撞着往后倒了 对方见识 知道不妙 于是便赶紧掉头 但无奈逃不过二旦的追击 猛第一撞 对方的车子便撞护城河墙 直接掉进了河里面 车子都冒着烟了 二旦赶紧往前开 来到了王子薇摔下去的地方 停下车 他和风翠翠两人赶紧下车 二旦将王子薇抱了起来 发现他全身都是血 脑袋上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洞口 血流不止 翠翠 赶紧打 120 快 风翠翠掏出手机 赶紧打电话 二旦紧紧地搂着王子薇 很心疼地说道 子薇妹子 你要撑住 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王子薇却紧紧地抓着二旦的手 摇着头说道 二旦哥 不用了 来不及了 我不行了 你让我说完两句话 要不然 我死不瞑目 打完电话的风脆脆 也扑了过来 此刻围观的人也多了起来 好多车子都停了下来 随着远处警车的呼啸声而来 二旦看着怀中 已经奄奄一息的王子薇 此刻 他很绝望 很心痛 哽咽的 都说不出话来了 嘴角都微微颤抖着 王子薇一只手紧紧地抓着二旦的手 看着二旦的眼睛 笑着说道 二旦哥 替我告诉更生 这一辈子是我对不起他 如果有来生 我一定会嫁给他 做他的女人 二旦此刻也是眼润湿润 紧紧地搂着他 想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只是红着眼睛 点着头 只希望王子薇能够再多撑一会儿 二旦哥 我真的不甘心 我想再多活几年 哪怕给更生生个孩子 现在我不行了 我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我的父母 二旦哥 求你一件事情 替我照顾好我的弟弟和我的父母 好吗 二旦摸着他的脉门 知道他的五脏六腑已经全部震碎 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他 他点了点头 眼泪挂了脸蛋上 哽咽地说道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你再坚持一下 救护车马上来了 二旦哥 我好痛 好难受啊 我好想睡一觉 感觉到太累了 只是这个时候 他只剩下最后一丝力气 二旦赶紧拿出手机 慌张地说道 紫薇 你先别睡 我给你打王更生的视频 你再看看他一眼好不好 王紫薇微微一笑 但可惜 可能是王更生睡着了 他并没有接二旦的视频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王紫薇 带着遗憾闭上了眼睛 怀中的美人 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二旦此刻再也抑制不住 心中的悲痛 大声痛哭起来 当旁边的人 听到二旦叫妹妹的时候 所有人都无不动容 有些眼尖的人 已经现了是大明星王紫薇 顿时就赶紧拍了视频 发到了网上 发上去刚刚不到一分钟 点击率就瞬间被点击爆了 一传十 十传百 江北省网红明星出车祸 死在试刀大赛冠军里 二旦怀中的爆炸新闻 便出现在了热搜上 什么情况 这个明星怎么这么悲惨 刚才还不是好好的吗 啊 太可惜了 一路走好 大明星 真是天度英才 这么漂亮有正能量的明星 才刚刚红起来 怎么就走了呢 网络上大家都送出了 为王紫薇祈祷的祝福表情 一时之间 网络上的人都无比感到压抑 这人说没就没有了 远在江南省的王家寨 他们村的人也是刚刚观看完试刀大赛 看到他们的新债主拿到了冠军 所有人都很开心 刚才王庚生在洗澡去了 没有接到二旦的视频 但是刚刚拿起手机 头条便推送出 王紫薇死在二旦怀中的消息 那一刻 他瞬间就猛了 感觉到自己像是没有了呼吸一样 王船服崩溃着跑了进来 带着哭腔说道 你还愣着干嘛 赶紧和我去见我姐最后一面 哪怕给他送送行呀 这时 王共生才反应过来 眼泪像珠子一样 刷刷地往下掉 开着债上刚买的车子 和王船服便连夜朝着风线赶去 二旦将王紫薇抱了起来 很多人都拿出手机拍照 有的人还现场开了直播 看到交警将两个落水狗逮住了 那两个交警认识二旦 赶紧跟他道出了缘由 听到警察说 这两个人是受人之托 过来抢这把寒铁宝刀的时候 他狠狠地咬了咬牙 明白了一件事情 看来自己现在有必要重振雄风 要不然 自己身边的人都会遭遇杀身之祸 只见二旦大叫一声 一只手从腰间拿出那把寒铁宝刀 准备朝着这两个杀人犯展去时 好在交警及时制止了他 朝着他摇了摇头 二旦才总算冷静了下来 告诉我背后指使你的人是谁 看到二旦那充满杀气的眼神 这两个小子吓得全身发抖 只好战战兢兢地说道 你们县的副县长张成林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开启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sympas